自古红颜多薄命 有些女明星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候突然消失 真是天度红颜 有一位女歌手因为一首歌一举走红 与纳英、毛阿敏、杭天琪并称为内地乐坛四大天后 却不幸因为遭到公司雪藏 心里想不开、跳楼身亡 她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谢金 人如其名 谢金是天津几歌手 出生于天津的她 从小便展现出与众不同 从今年开始与公司签约 歌手包装为标志的中国歌坛第三次浪潮兴起 此时谢金有一名惊人 被香港的刘德华投资 香港王牌演出经理人李小林任总经理的 新月制作公司看中签约 此年即推出专辑大碟谢金 当红的谢金红到什么地步 香港亦能动音将她的唱片合约 签给当时拥有叶倩文等人的华纳唱片 成为与毛阿敏、孙楠一样的 首批签约海外唱片机构的内地知名歌星 可以说谢金是国内歌手中第一批与高水准唱片页签约的歌手 但是其后谢金给别人更深刻的印象 是打了自己经理人公司经理的一个耳光 起诉媒体随即被封杀 官司后来好像是打赢了 封杀也解除了 然而谢金却失忌了向上的势头 一沉寂就是五年 1999年2月14日的早晨 27岁的谢金从天津市23层自家寓所坠楼身亡 对于谢金的死因众说纷纭 有的说是擦玻璃时不小心跌下 也有的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过得很不开心导致 但谢金之死除了个人因素外 更重要的是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掌握着谢金的命运 最后将他推下了高楼 这只手就是骑行的歌坛 实际上已从万的行列被挤了出去 成为了过时明星 即使愿意屈居 嘉宾歌手也没钱打点方方面面 更别说出唱片了 这样的他面对的便是现实的生活水准问题了 谢金之死令人叹息 他也给了现在流行歌坛 几千方百计想挤进这个圈子的人 一次很好的反思机会